大家好,歡迎收看東莫視頻,我是Yammy 有個政治笑話是這樣說的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曾向人抱怨 日本首相常一般人 等到我剛剛學會點發音,又到第二個人做 根據統計,2006年小傳順一浪 卸任首相之後的七年內 日本一共產生七位首相 包括安倍晉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 救生游己夫、奸殖仁、野田佳妍 然後再到安倍迴窩 平均任期不足12個月 以致不少外國政要私底下都叫日本首相 做Mr. One Ear 想不到風水輪流轉 領導人的這種短命基因 已經由英國人承繼了 Lena要向女王卓慧斯上台不夠兩個月 已經面臨黨內逼供壓力 有報導指超過100名保守黨議員 準備向卓慧斯發起不信任投票 宣言保守黨規定 新黨會可以在一年內不受黨內挑戰 決定保守黨黨會去留的國會下議院黨團 1922委員會主席就表示 只要有超過六成議員支持 可以修改黨內規定 卓慧斯能得皆不稱其任 世人皆見 但英國首相的這套選舉制度 亦是相當不堪 一個搞地區工作的議員 只要成為多數黨領袖 就可以成為政府手路 本身的邏輯就不知在哪裡 而最離譜的是 十幾萬保守黨員 退選領袖成為首相 根本就是徹頭徹尾的小圈子選舉 因而我姑且同情地理解 這批人既然入得政黨 理應比一般選民更關心公共事務 選人時的考慮更客觀走傳 為何到頭來一樣選個廢材出來 至於修改黨章 容許立即對新任黨會發起不信任投票 更如同小孩子玩泥沙 這玩法 跟之前菲律賓動下 就以人民力量 退反政府有什麼分別? 選員不滿意又從頭來過 那你還有什麼資家叫蘇格蘭 不要再搞獨立公投? 不過怎麼說都好 卓慧斯表現之差 令到金毛顛王拍賣去 顯得騙眾英明 已經成為保守黨的政治負資產 它是不真的事實 最簡單的一件事 之前他計劃削減富人稅 三歲小孩子 用膝蓋的想想都知道 就算當你理論上 真是可以增加投資 刺激經濟增長 但肥商收下 劫貧制褲 兩頂大帽扣下來 根本不可能過到民族那關 不見棺材 不流眼淚 最終跪下 已經夠欲選 粒窩的醜態 更令人作嘔 明明減稅 就是他主打政綱 竟然敢 拿起財商關號亭 閉門造居 只是侮辱選民智慧 已經是政治死罪 自後幹趣請婷婷吃無情雞 企圖棄據補稅 更令其他黨內同志寒心 還變有人敢做這位阿姐的政治盟友呢? 聽說有英國小報搞了一個直播比賽 看看到底是生菜先腐難 還是卓慧斯先落台 卓慧斯會不會成為英國史上最短命首相 還要看過才知道 但這位阿姐的最佳賞美期 就肯定已經過了 筆腳手相絕對走不掉 反而是接財商爛攤子 由中國女婿之稱的侯俊偉 進可攻、退可守 搞不定最多走投 反正不少人都覺得是非戰之罪 成功穩住局面 他肯定是極大的政治資本 分分鐘可以問頂上位 當然啦 侯俊偉雖然有個中國太太 但不一定代表會有多有話 政治的事說到尾都是屁股決定腦袋 卓慧斯之前做國際貿易大臣 都未像現在那樣反華反到上帥頭 甚至曾出現演講時 將自己去北京為豬肉市場展彩 當成重大政績 等著聽眾拍掌的經典時刻 英明想說的是 卓慧斯的極速穩絡顯示製造敵人 轉移不滿的老招數 在國際上已經愈來愈不可行 特別是經濟環境太差 當民眾最基本生活都受到影響時 離得你政客 來中國威脅 因為出現黑狗食日 北牆天文徵兆 一樣要你执巴伏走人 像歐洲那樣 政客甘當美國棋子 告唱俄羅斯威脅論 結果搞到民不聊生 意大利、瑞典等地 移歐移美右翼政客紛紛上台 至於第二個啟示就是 記性格那句名言 做美國的敵人危險 做美國的朋友致命 卓慧斯反中反挪衝在最前線 甚至批評馬克龍不知是敵是友 擺明幫大佬出面 教訓這隻 內不死做頂心慘的高怒紅雞 就差某好像落草圍購的好漢感 各幾個人頭做投名狀 結果拜登不僅拒絕和英國展開自貿談判 更公然對英國內政指手畫腳 說三道四 你說在這個時候 是不是一途勝過千言萬語 自在意不可活 英國搞成今天這樣 貴近究底都是太不自量 還放不下昔日世界一哥的價值 明明已經淪為二、三流國家 還幻想可以胡假扶威 抱著美國老大腿作威作福 結果不是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 被三母大叔盡情割韭菜 偏偏英國人身比天高 命比紙薄 吳甘心屈居人下 早排英女王國壯 一方面安排拜登可以有特權 坐轉車出席 另一方面又擺他在第十幾排 淨口反映英國人的這種糾結心態 其實二流國家只是中性形容詞 本身沒有什麼貶義 好像北歐國家一樣 國際事務上低調些 專心經營好自己的一貿三分地 又或者好像新加坡一樣 盡力在中美之間平衡 從而將國家利益最大化 怎樣都強過英國新市門 沒有那麼大的頭 偏要帶那麼大的帽 好了,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大家是覺得 Like 搞錯 變成花生 投票告訴我們 多謝收看